设在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13号表示 智利驻荷兰大使馆已经向国际法院提交了书面文件 正式加入南非在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起的诉讼行动 去年12月 南非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 今年6月 智利总统伯里奇宣布 智利将加入南非的行动 向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 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 智利2011年承认巴勒斯坦国 伯里奇此前曾说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行动 没有理由让人无法接受